好 大家都聽過的 扭輪港 扭輪港 唉 看來都沒得再說 看來扭下扭下 輪下輪下 輪大米這樣 輪下輪下就沒有了香港 而這個《撕柴》動作 更加是由美帝 真人表演 親身示範 直輝豪 那你媽咪 各位觀眾 美帝這個撕柴自選動作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美方 大家火了 大家火了 自由食物 美方不再繼續 美港雙方會計師 互相認證這個安排 就是說很快很快 很狠快 香港的會計師 幾乎只可以做大陸生意 也就是說 香港的會計師 會由國際級的會計師 淪為江門級的會計佬 跟會計妹一樣的那一隻 1999有交易的那一隻 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恐怕也會淪為大陸金油條中心 不是金融中心 金油條中心 即是專門生產那些方便通私骨 那些專業 性工具 對吧 話說 香港會計師工會 在今個月初 做得很狠低調地 靜靜雞都沒人知道 你看我不到 你唱我不唱 你拔我不唱 那隻 很狠低調地 就在他們官方網站上 發佈一個補充和澄清的聲明 這份聲明確認了香港會計師工會 和美國的對口單位 都有機構 叫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 of Accountancy 簡稱是NASVA NASVA 即是中文叫美國國家會計委員會全國協會 屬下的美國國際資格評估委員會 U.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pparel Board 簡稱IQAB 哦 跟這個IQAB 在2011年前 簽訂的一個互認對方會計師資格協議 將會在今年的年底 即是10月31日到期 到期就不延續死了 因為根據這份補充及澄清聲明 香港會計師工會就確認 跟美國的IQAB就著上述的談判 到目前為止 都未能夠達成延長相關互相認證協議的共識 即是談不妥了 即是美帝不玩弄你了 即是說那麼多做甚麼 為甚麼談 即是你不合談就不跟你談 因為所謂談判 那麼不對稱 那就是人家作主的 說甚麼都多餘 是吧 即是給你面子就叫聲你阿哥 不給你面子就叫聲你七頭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唉 超過超過 是吧 過前過後三分險 總之換言之 雙方目前 對方會計師資格的互認協議 將會在今年的12月31日到期 到期之後就失效 明年1月1日就失效了 那意味著半年鬆一點之後呢 香港的會計師呀 就去不了三藩市的金門 即是去到諸三國的江門 就是這樣啦 那關於這個問題 有傳媒就訪問了這個香港方略的首席研究員 潘卓雄 以前是自由黨的 這位潘卓雄很厲害 揭發後來選立法會就不行了 那沒辦法啦 現在換了選舉方式嘛 他揭發一個沙中線 那邊呢 那些鋼筋少了好很多 又短了好很多 即是簡直是沒有根用事件 那條根呢 那條命根呢 好像乖乖的 那條根 像痴馬根 那本帳雄就說 那些這樣搞法已經很大了 一方面會增加金融成本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香港和美國 進行這個商業交易的時候呢 就需要 香港需要另外再運 香港的公司 香港會計師 就不能去到三番市的金門 需要另外再在美國當地找核數司 Auditor 成本是高很多的 交易成本高很多很嚴重的 看過張五常大教授說 Transaction course是很重要的 對一個 資本主義社會搞不搞得成功 就是如果交易成本越低 成功機會越大 香港以前就是 加日成本很低的 Transaction course很低的 高私定律 潘長說 如果沒有資格回應的話呢 如果 上市公司在兩邊都掛牌 即是香港和美國都掛牌的話呢 那盤數呢就要兩邊的會計師簽署了 就不像以前一個簽署了 就認證了嘛 啊 另一方面還有的 潘長說 這件事也都令人擔憂呢 整件事 不是停在美方那麼簡單 美帝是西方社會的大哥大 所以一定會持續擴大 是吧 這個只是敲響的喪眾 喪眾為誰而名 為香港而名 現在為香港會計師而名 跟著為全香港而名 還會持續擴大 他說什麼呢 未必單單是美國和香港之間的會計師之格 互認會中止 他說甚至乎可能 你不懂得說什麼 大家只需要看 港版國安法兩年前出台之後呢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什麼五眼聯盟 四眼聯盟 四眼聯盟 什麼眼聯盟都好 哎呀 平靈白能 歐盟都好 靜靈白能就取消了 跟香港的引渡協議 喂大哥大條道理 你這樣搞 害小多人 當然要取消你 沒有引渡啦 現在不是只有台灣沒有引渡協議 美國沒有引渡協議 英國沒有引渡協議 歐洲很多國家沒有引渡協議的 你說多過癮 啊 完善引渡協議 啊 真的好了 完善就完善大陸那裏 結果呢 大陸現在不用了 在香港都有國安法了 但是 出不了你圓門 真可憐 啊 不寬醬佑還說 這件事也都顯示出 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營商環境的信心是不足的 尤其是涉及國安問題的時候 他還舉例說 假設如果A公司 啊 帳目裏面有一筆 錢是會去大陸的 但是就沒有註明 收款人是誰 那就要你解釋啦 但是你就有大條道理 就說這是國家高度機密 不可以 香港當局呢 可能都不會追問的啦 不敢過問的啦 大陸 是不是 如果你說 中聯辦匯的錢過去 不要說中聯辦 中資公司匯的錢回大陸 你不知道怎麼搞的 是不是 不敢問的 但是 很多中資 中資都在美國上市啊 但是如果A公司同時在美國上市的話 啊 那條數呢 也都要交給美國當局去審核的 跟著呢 他說美國的核數師呢 就要問 這筆錢呢 會不會去哪裡啊 你說你不用管 不當你管 你說涉及國家安全 國家機密的 啊 那你說美國的核數師 你不理你呢 他理你都傻 當然不理你了 就罰你了 是不是 那這間公司 這間A公司 就會受到傷害 受損 反正就做不到生意了 簡單總結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如果真的 應該絕對是的 隨著取消這個美港會計師互相認證 不單止會增加這個大幅增加這個交易成本 令到香港營商環境 是更惡劣更加不利 因為你交易成本越高呢 你根本就越競爭越低的嘛 不過 更重要或者應該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交易成本高了還有交易 現在連交易都沒有啊 交易只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小孩子玩 耳鼻仔 越玩越縮 那就是說呢 香港的情況 應該很快很快就會出現 國產007 其中一個經典場面 就是阿七 來香港 就去麗晶酒店 結果不是 就去了麗晶大賓館 原來真正是麗晶大賓館 香港會怎樣呢 香港就會變成 由 五星級 的麗晶酒店 就淪為 那星級 那星級 的麗晶大賓館 誰管啊 你說除了說恭喜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啊 恭喜恭喜你老頭有心 那一隻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